在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些外表和善,但内心却隐藏着很毒的人,这些人往往善于伪装,让人难以察觉他们的真实面目,然而,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面善心狠之人身上往往有六个特征,这些特征是他们无法掩饰的,我们该如何辨别,又该如何防范和处理这样的人呢? 国学精粹,指点人生,欢迎订阅山海国学 言而无信 孔子在论语中写道,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心狠之人,往往言而无信,他们承诺的事情,就像放屁一样 说变就变,这种人的典型特征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让人防不胜防 他们善于利用别人的信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就会像翻书一样,翻脸不认人 想象一下,你有一个朋友,平时对你甜言蜜语,让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但是,当你遇到困难向他求助时,他却借口推脱,甚至反过来嘲笑你 这时你才发现,他之前对你的好,不过是虚情假意而已 这种言而无信的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背叛你的信任 借题发挥,我们公司就有这样一个人 在这里暂且叫他王哥吧,这个王哥在大家的眼里,从来都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每一次大家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总会第一时间来到这个人身边,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 王哥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友好,大家也非常喜欢他 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好吃的东西,大家都会第一时间邀请他,让他一起来参加 一开始,大家以为王哥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但没想到,在经过一件事情之后,大家才发现,原来王哥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心善 公司的一个实习生,在工作上遇到了老板的职责 老板对他的职责,传遍了整个公司,所有人都知道他被老板责骂了 很多同事,曾经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因此,当他们知道这个实习生被责骂的时候 他们总会在背后安慰他,让他宽心,不要想太多 而王哥也是其中一个安慰实习生的人 只不过王哥说的话,虽然表面上是在安慰他 但实际上确实在借题发挥 王哥告诉这个实习生,老板,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 如果他觉得这份工作不好的话,那么尽早离职比较 好,这份工作实在是不适合他 实习生正在气头上 当他听到王哥这样的话时,他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而王哥却一直在他的脑中洗脑,让他尽快离开公司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王哥早已经收到了消息 说公司想要裁员,为了不让自己被裁,他只能劝别的同事离开 这样面善心狠的人,还是第一次见过 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大家不再跟王哥说话了 背后捅刀子 李明在公司当中已经做了快十年的时间了 在这十年里,他总是兢兢业业 公司布置下来的任务,他从来都不会忘记 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按时完成的,完成得尽善尽美,才放心上交 他的工作当中很少出现失误,老板只要把任务交给他,便可以非常放心 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行为,使公司的人都非常信任他 老板看他这么多年,在自己的公司里兢兢业业 便决定升他的职,让他当一名业务经理 当他升职的时候,所有人都来向他表示祝贺 祝贺他以后步步高升,赚更多的钱 好天也是这个公司中的其中一员 当他知道李明晋升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是非常不开心的 他和李明一样,也是同期进入这个公司 但如今一起做了十年之后,李明获得了老板的认可 得到了晋升,而自己却一直还是当出那个小小的职位 他觉得非常不公平,他非常嫉妒李明 虽然他在表面上恭喜了李明 但在背后,他偷偷地向老板打小报告 告诉老板,李明曾经贪污公司的钱 老板一气之下,把李明的职位给撤销了 并且开除了李明 大家在平时一定要多留意自己身边的人 不要让别人因为嫉妒心而伤害到你 冷酷无情 杀死一只只羹鸟中写道 即使喝鸣鼎大醉 他也不会像神志最明清的人一样冷酷无情 可见,心底柔软的人到底是温柔 但是心狠之人就不一样了 哪怕清醒了都冷酷无情 心狠之人通常冷酷无情 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能毫不留情地伤害 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的利益 没有所谓的亲情和友情 这种人的典型特征是六亲不认 即使面对自己的亲人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毫不留情 想象一下,你的亲人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却对你冷漠无情 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伤害你 你一定会感到心寒和无助 这种冷酷无情的人不仅会让你感到失望和沮丧 还会让你对人性产生怀疑 他们总是会在一些小事上钻牛角尖 而且会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任何人都重要 比如,他们可能会为了一点小钱跟你争吵不休 或者报复你曾经对他们的冒犯 这种人往往会让人感到厌恶和疲惫 因为他们的行为充满了恶意和敌意 他们总是善于利用别人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会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然后对他们百般奉承 讨好他们 但是,当这些人失去了权力和地位的时候 就会抛弃他们 转而投向更有利可图的人 自私自利 吕坤说 自私自利之心,是利人达人之杖 心狠之人极度自私自利 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 不顾他人的感受和利益 他们善于算计别人 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 而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这种人的典型特征是只顾自己 不顾他人,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 想象一下 你的同事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 甚至损害你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你一定会感到愤怒和不满 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不仅会让你感到愤怒和沮丧 还会破坏你的团队合作和人际关系 他们总是能够用一些高尚的言辞 来让你相信他们是正确的一方 而你,则是错误的一方 比如,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做人要厚道 但却会利用你的善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人往往会让人感到愤怒和无奈 因为他们的道德标准并不一定正确 比如,我曾经认识一个人 他总是对别人说自己非常注重道德 不会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 但是,当他面对一些利益时 他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做出了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善于伪装 心狠之人通常善于伪装自己 他们能够以假乱真 让人误以为他们是好人 他们常常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善良 关心别人的样子 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冷酷无情 这种人的典型特征是笑里藏刀 让人难以察觉他们的真实面目 想象一下,你有一个同事 平时总是笑眯眯的 给人一种亲切感 但是,当你发现他的真实面目时 他却在你背后搞小动作 让你措手不及 你一定会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 这种善于伪装的人 不仅会让你感到困惑和沮丧 还会让你对人际关系产生怀疑 这一类人的特点就是 能够左右逢源 和任何人都能够打成一片 他们总是会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友善 让人不禁感到亲切 比如,他们可能会对你微笑着表示友好 但在背地里却把你的隐私泄露给别人 这种人往往会让你感到不安和无助 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利用你的弱点来对付你 面善心狠的人往往缺乏基本的同理心 即无法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当他们与他人交往时 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利益 而忽视他人的感受 这样的人可能会在背后说人坏话 散播谣言 甚至利用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缺乏同理心的人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 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他人的福祉 面善心狠的人通常目光短浅 只关注眼前的利益 而忽视长远的规划 他们可能会为了短暂的利益 而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如欺骗、偷盗或伤害他人 这样的人缺乏道德底线和责任感 无法建立起健康的人际关系 面善心狠的人往往情绪不稳定 容易发脾气或冷暴力 他们可能因为一些小事 就对他人大发雷霆 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来解决问题 这种不稳定情绪 不仅会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 还会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 无法冷静应对 在人际交往中 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惕 注意观察身边的人是否有这些特征 同时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实用的实人技巧 来识别这些人 如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 倾听他们的言辞 了解他们的背景等等 面对面善心狠的人时 我们应该保持距离 避免深交 如果发现自己被这样的人利用或伤害 应当及时止损 寻求帮助或报警 同时 我们也应该教育身边的人 警惕面善心狠之人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 友善的社会环境 总之 实人是一门艺术 需要我们用心去观察 分析和判断 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实人技巧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 免受面善心狠之人的伤害 让我们一起努力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人际关系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